金牌大間諜 講話 老大間諜 要命NG行為不可違 老大我們在錄影 追什麼劇 對 我沒有再接一句 我剛剛吃飯好像被疑似卡到喉 我就上網找資料 他說喝醋 吞飯什麼都可以 把這骨頭刺去掉你知道嗎 你也幫幫忙 你有問題應該要看醫生 今天我們主持 主持這個節目 我看了很多醫藥方面的知識 OK 我自己搞這個沒問題 我告訴你 就你這種觀念 怎麼了 你看你最近是不是腸胃也不好 你看你自己胡亂買一些什麼 腸胃藥自己這樣亂吃 也不去看醫生 如果你把腸胃藥當保養品再吃的話 會增加你肺炎跟骨折的風險 是誰要你講話來嚇我的 我跟妳講真的 看來自己當醫生 有可能小病變大病 自己認為健康養生的結果 就告發愈不愈大肚 對不對 對 到底有哪些錯誤的觀念跟行為 今天讓我們傷害了自己 還不知之 趕快讓今天的醫生來告訴大家 好 好不好 來出發 首先歡迎今天與我們討論 要命錯誤行為相關問題的 金牌聯合醫師團 以及四位陪診團 家裡有客人 曾志祺同學怎麼了 我出書啦 出一本顯真書啦 要不食補 這樣吃 除了好 於是不進了 哪有用啊 不會我看你這個 你不看書就好 口水會開始分泌了對不對 哎唷 藥豆病毒 這是 聽說是妳的第一本寫真 第一本寫真集叫做 性把初見真之心 為什麼會想出寫真集 大家看到我都是在綜藝節目上 那種搞笑的一面 所以我希望這本寫真集 可以讓大家看到 比較性感跟感性的我 有感性 妳翻哪頁給我看 感性跟性感這樣子 基本上吳嘉優女初長成 對不對 有這樣的本書也證明自己的成長 對不對 希望這本書受到大家喜愛 謝謝 謝謝 我也有 生病去醫院看病 目的是要把病給治好 但是 有多少的病人的行為 讓醫生猛搖頭 小辣情報員 帶來了什麼樣的情報 來 讓醫生非常生氣的病人 就是這種一進入診間 就直接跟醫生說 我跟你講我就是咳嗽 你直接開一顆咳嗽藥給我 然後再補一個胃藥 晚上也睡不好 你再補半顆 那個安眠藥給我 OK 好 拜拜 就這一種病人自己下結論 自己覺得自己好棒棒 但是說真的你沒有那麼厲害 對 習慣自己當醫生 臨從經驗是不是有這樣的狀況 最常遇到就是一進來就告訴我說 我胃痛痛了好久 我想做胃鏡 他痛很久 他怕得胃癌 所以他想做胃鏡檢查 最後一個講到我自己 我有時候我曾經發生過這樣的問題 因為你知道我學變 學變 我覺得不行的 完了 然後我整個悲觀到很重 人家整個低迷 我整個不知道該怎麼辦 後來經過三天 四天 確定 是 吃火龍 吃火龍狗時代 誰說你破我的哏 我怎麼知道是真的 我們都不敢講 對啊 因為像這樣的病人 有時候你說對 他胃痛痛了半年 我們想說對 你萬一真的得胃癌 我沒有給你查出來 我也是有責任 所以好 我幫你安排胃鏡檢查 通常大部分 99.9%查完 就是慢性胃炎 胃食到逆流 頂多有時候一點胃潰瘍 可是像這樣的病人 大部分一聽到說 我不是胃癌 太好了 他就 就消失了 對 然後等到可能過了半年 人就真的消失了 沒有 他又再出現了 他再出現了 他說醫生 我胃痛了好久 一年了 半年又一年了 一直這樣反覆來 反覆來 很多很多 每天都會遇到這樣的病人 不只這樣病 可以週而復始的治不好 同時有可能小病變成 真的要動手術了 我之前遇到一個50幾歲的叔叔 他就是從小就休息中醫 對 所以他每次感冒的時候 就是自己抓藥來吃 這次來我門診之後 然後他坐下來就說 考考你了 你覺得我很難考 空氣很大 我就說 我當然看不出來 你有什麼問題 我就還是先幫他做一些檢查 第一個就是看鼻子 說你這個應該有鼻竇炎 他說對 醫生沒錯 我的鼻子鼻塞了三個禮拜 看類似鏡的時候 發現他其實已經有一點 併發細菌感染 對 所以可能要吃點抗生素 這時候坐下來就拍我口說 你學不會說 然後就說 這個明明就是 外邪入侵 因為我最近 最近體虛 所以可能我要吃什麼大補丸 什麼六味帝皇丸之類的 補充自己的盡力這樣才會好 那他應該看中醫師要看你幹嘛 對啊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跟他說 你這個外邪入侵呢 再加上一點抗生素 可能會好一點點 對 這時候還知道救他 過了一個禮拜我約他回診 因為抗生素 這種給抗生素要吃一個療程的 所以過了一個禮拜他沒有回來 我下次見到他是急診醫師call我 說這裡有個病人 他眼睛腫起來 我們做電腦斷層的時候發現 他的鼻痘癮很嚴重 跑到腦部 跑到眼睛去 這麼誇張 對 然後眼睛他說變成說他眼睛會複視 就是看東西的時候 會有跌影 對 就是他沒有辦法往外轉 對 就是 龍已經清翻到眼睛裡面了 對 這時候我下去看他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欸 伯伯他你不是沒有回診 那你有沒有回家按時吃藥 他說沒有 因為 我覺得吃了一鐵我的中藥 再加上抗生素之後有好一點 所以我就 沒有 就停了 很多人都這樣 沒有把療程吃完的時候 就是他又更嚴重 然後最後就是 因為那個已經侵犯到眼睛 所以真的要進去手術 把那個膿都清乾淨 我之前有一個年輕的女病人進來 進來診間裡面 然後他就講說 他就是這半年內 他很容易就是頭暈 然後很容易疲勞 頭痛 然後他自己就自己下判斷 他說我一定是女生的 一般的貧血這樣子 所以他就開始點贊 他說那療養師 就是劉老師我跟妳講 妳幫我開那個維生素吸片 B群 然後再來就是最好 這個B群裡面有一點鐵的 叫我才不會頭暈 不會疲勞 他開始配藥了 對 然後他就說他皮膚也覺得 他皮膚的氣色不太好 因為他覺得貧血 所以叫我給他開一點膠原蛋白 什麼的 結果後來我就說 可是我看妳的 最近的健康檢查 妳的血紅素是正常的 照道理說應該不會是貧血 然後他說 可是我真的頭很暈 他就開始演 然後我就說 真的頭很暈 後來我就覺得不太對勁 因為我覺得他是個病人 因為他有在講他吃東西的習慣 因為我們營養師都會問他吃什麼 他的一個習慣裡面 他非常非常的喜歡吃 就喝湯 比如他喜歡喝火鍋湯 喝牛肉湯 因為他覺得他會貧血 然後我就不小心看到他的血壓 都其實滿高的 一個年輕的女生 他血壓都落在150到90幾這樣 然後我就說 我覺得妳有可能會是血壓高 而引起妳所謂的 頭暈跟頭痛的問題 妳可能要讓醫生去診斷一下 看是不是高血壓的問題 然後他一直覺得不是 他覺得他就是貧血的問題 他就是硬要點餐就對了 後來這個病人解決辦法就是 我還是讓他點 但是就是點一項給他就對了 就是讓他安慰一下 我講這個案例是因為 其實在我們台灣的統計 在2013年到2015年 我們台灣年輕人 18歲到大概40歲以下這個族群 照道理說應該不會有高血壓對不對 結果發現有隱藏性的高血壓 就是有四個人裡面 一個有高血壓 高血壓會誘發什麼 第一個我們大家知道 中風有風險之外 其實很多的高血壓患者 最後如果沒有控制好 沒有吃藥的話 其實到最後都會去洗腎 高血壓會洗腎 對 高血壓跟腎臟其實是息息相關 所以很多人就會說 沒關係 反正我就高血壓 頂多都中風就走了就沒事 事實上 沒走的話其實很多會去洗腎 頂多就是中風走了沒事 這不是很沒事 妳這話有沒有說到說偏了妳 真的講病人的說法 很多病人他會沒有辦法控制 病人這麼豁達 對 如果妳都中風就走就沒事 對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喝湯的人 我們發現那一碗湯會佔你一天的 就是鹽分的攝取 大概會三分之一以上 所以喜歡喝湯的人 相對來講 剛像那個時候 自己平血自己幹嘛幹嘛的 妳就說他是 來 綜藝師郭大偉 這我必須要幫那個陳醫師講一下 其實我們在中醫門診裡面 的確會遇到很多豪棒棒的患者 他來就直接跟你說 我這就是什麼問題 我在家裡有自己去抓什麼 阿公團 阿嬤放的秘方 我跟你講 你今天就幫我開什麼藥 我就跟他說 你這麼厲害你就看他一聲 你就自己做一聲就好 我就會把我的電腦轉給他說 看你要開什麼 自己開 自己點 真的這樣說嗎 真的 阿嬤就會說 我不是醫師 我不要開 我就跟他說 對 你不是醫師 所以今天聽我講 我會把你的這個藥當成一個參考 我們都會跟他說 既然你是屬於外邪入侵 我們就用吸的方式跟他講說 我開一些比較燒鹽的藥給你吃 因為你跟他說 我開一些清熱 解毒 降火的藥有些患者聽不懂 消炎 止痛 他們就可以知道說 我開的藥對他來講是有幫助的 對 所以我們用比較 什麼清熱 解毒 散慾 對 所以用一些 不好意思 妳用清了嗎 人話 我們的陪診團呢 基本上也有自己當醫生的經驗 像我那時候剛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剛好就是覺得壓力解除了 所以那時候我開始有點發燒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壓力正在釋放 妳放鬆了以後 細菌就有可撐之機 對 所以我那時候開始發燒 我覺得就是感冒 感冒 所以我就直接先去 自己先去藥局去買感冒藥 退燒藥 吃了一個禮拜 燒就是退退停停 然後又開始燒起來 我就覺得那我去診所看一下好了 我就跟醫生說 醫生 醫生 我感冒了 可是我吃那個退燒藥都沒有用 我說那妳可以開一些抗生素給我嗎 好 他也就開給我 但是他有問我說 那妳要不要再做進一步的檢查 我說不用 不用 就是這樣 就是感冒 他咳了兩聲我就出去了 又吃了大概三天 然後又隔了大概又隔了兩天 我還在燒 而且燒得不輕 就是大概39塊40度的那種 都是吃了藥就會退下來 可是又會馬上再燒起來那種 第三個禮拜囉 我又去診所 然後我就說醫生 妳給我開的藥都沒有用 他就說 妳看這樣子 妳應該要去大醫院看一下喔 可能要去做一些檢查 我就去大醫院 然後一去呢 我就開始驗血 驗尿 然後照X光片 照出來之後呢 醫生就看著X光片就說 妳這個喔 妳為什麼當初不早點來 妳可能是有一點點 有可能是肺結核喔 然後他就開始叫我戴口罩 對 他就說 妳這幾天就是都要先 試則先自我隔離 在我們報告出來之前 結果啪 報告一出來 我得的是肺炎 我們肺炎怎麼來的這個肺炎 我不知道啊 我到現在還是覺得 應該是我 妳就不要再堅持了吧 所以我們今天能夠看到 妳是很不容易的一個肺炎 對 我是算是 因為我咳到後來是 糖裡面是有血的 然後它不只是血絲 是有點帶一點 就是血的快的那種 不是 妳咳到可能這個有破 有傷到對不對 最後診斷是肺炎 然後我又花了大概一兩個禮拜 才慢慢把這個全部根治 就是嚴重的發炎 妳就是剛開始是上呼吸道感染 病毒細菌一直往下延伸就是肺炎 所以一開始我可能沒有那麼嚴重 細菌會往下延伸 不是 來 文藝也自己當醫生對不對 有 是因為打球打了很多鳥 打籃球 那打籃球一定會受很多傷 就有一次我在比賽中扭傷膝蓋 當下扭完之後很痛 但沒多久我們覺得 反正冰敷完它稍微消腫之後 我就覺得OK了 這個自己知道 我就自己喬一喬就回來了 然後那陣子我還繼續打球 就還是一直扭到 扭到之後我覺得好了 還是去檢查一下好了 但我一去就跟醫生說 醫生妳就幫我開一點消炎 止痛這樣就好了 我回來會自己冰敷熱敷 結果醫生就說 我先幫妳摸一下 他就摸一摸 摸一摸 他就說 我覺得妳這有點嚴重 妳這有可能是軟骨破裂 或者是韌帶可能都受傷 他就說我幫妳安排那個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 直接安排到核磁共振 然後去檢查出來 然後妳還一直打球 我中間一直扭 一直反覆的受傷 反覆的 所以我現在 我現在就是氣象台 他就說你看那時候不早點來 你自己這樣弄 自己亂球 我如果還自己弄回去 因為那時候扭到的時候 它是直接這樣反轉 但我只是覺得 反正我後來還可以走路 我就覺得我們年輕 那個肌肉什麼身體很快就會復原 但我現在這邊就是一條這麼大的刀 因為後來還開臉很刺膏 痊癒是痊癒 也接回去了 但是他的力量已經跟以前差太多了 所以我就不能蹲著大便 你瘋了 我看你只能站著大便 你站著大便 剛剛那麼混話 你還是有聽到重點對不對 你都不能蹲 你知道我出外勤在天鄉多痛苦嗎 不要離題 我剛剛有畫面 麻煩你配個 不好意思 這隻腳現在完全跟以前差太多的力量 一個男人的腳很重要的 而且你未來你要知道過的中年是越來越胖 你的膝蓋要承擔很多重量 如果現在膝蓋不好 你以後就知道了 曾子曦自己當過醫生 我是一個很愛吃層藥的人 有一次我也是覺得自己是感冒發燒 我就趕快吞了兩顆層藥 喝了一口水 我就立馬睡覺休息囉 然後隔天起來就沒事了 結果隔天起來呢我的燒退了 但是我開始覺得腸胃不舒服 就是會有一種 灼熱感這樣子燒上來 一陣一陣一陣的 我就想說完了 我會不會是腸胃炎 然後就想說 那再趕快吃兩顆層藥壓壓筋這樣子 然後我用壓筋 妳不是壓病情 是壓筋 再吃兩顆層藥喝水 妳說我們就能看到 他那本寫真集有多麼不容易 對啊 他真的是用心 有人會因為說 妳怎麼不要嚇到我了 不是 我要壓筋 不是 我怕我自己腸胃炎 我只是想說在還沒壓起來之前 趕快先壓壓筋 壓起來 這才叫外寫邪靈錄資 什麼 什麼 外寫路 醫師 醫師娘眼妝內行 其實背後暗藏隱情 我們自己家人也是常常會 自己以為自己是醫師的太太 就很厲害 想說妳這個是鼻涕掉了 跟衛食刀逆流嗎 我覺得我應該是鼻炎 我跟她說 好 那我帶妳去看我學長 妳現在不相信我嗎 我們很難得看到 我想說在還沒壓起來之前 趕快先壓壓筋 壓起來 這才叫做外寫邪靈錄資 什麼 外寫錄 我又趕快再吃兩顆成藥 我就趕快再繼續休息 結果發現當天晚上我高燒不退 就一直發燒一直發燒 趕快送急診 送急診之後 我就跟醫生說我感冒了 醫生就說 那我幫妳煮那個大檔這樣子 煮點滴 燒就退了之後我就回家了 隔天早上起床發現更嚴重了 這裡還是會一直不斷的有一個 熱流 刺痛膽 是逆流性遲到炎的感覺 我燒心 我燒心 會刺痛 我就想說到底是為什麼 我後來就去掛那個肝膽 肝膽腸胃科 肝膽腸胃科 他就說 不是 我是因為吃了膠囊 控到了水 還黏住了 黏到我的食道上了 然後我就還一直吞 一直吞就越黏越多顆 就大概四顆 四顆都黏在我的食道上 後來他就在那個地方潰爛了 然後我就變 一些定計可能 Maybe還好一點 但只要是膠囊 妳喝了水 而且通常是溫熱的水 喝下去之後 馬上躺平 有沒有 我就是馬上休息了這樣子 我知道 常常沾黏在食道上 或者是在胃的地方 常常因為這樣而發炎 還有一種 像比如說他以為自己是感冒 他其實吃 自己去買一些止痛藥 或者是他自己家裡 不知道哪裡來的那些酵藥 那些酵藥很多都會增加胃酸 他吃下去之後胃酸更多 他可能原本已經在發炎更嚴重 所以他反而 他以為是感冒 其實已經可能是食道炎 或者是食道潰瘍 那你吃了胃酸更多就更痛 對 其實不只是一般的門診患者 其實像我們自己家人 也是常常會自己以為 自己是醫師的太太就很厲害 像我太太就是這樣子 她有問題 然後你跟她說 這大概是什麼問題 譬如說 內局不必心 對 我太太當中有說 她常常會有覺得 吼人有彈 我跟她說你這個 是鼻涕掉的跟胃食道逆流嗎 因為你喜歡吃宵夜 吃完宵夜馬上睡覺 她說怎麼可能的事情 我覺得我應該是鼻炎 我跟她說 好 那我帶你去看我學長 你現在不相信我嗎 看了第一家 學長跟她說 你在胃食道逆流 鼻涕掉的流 回來就跟我說 林學長不厲害 這個一定是B&I 我說好 那你自己去找一個醫師看 她一有任務自己是癌症就對了 對 會不會是因為你都不回家 需要管理 你覺得做得 好 做得 我們節目播到現在也有一段時間 我們很難得看到 醫生自己互相攻擊 會 好 待會下節目再處理就好 第二個是我一個門診的患者 一個大概50幾歲的這個婆婆 她常常來就跟我說 她大腿內側有一個地方很痠痛 她也因為這個問題 常常導致她睡不好 因為她夜間會更痠痛 我就去觸摸她局部 我發現她大腿內側有一個腫塊 我跟她說 你最近有做什麼治療嗎 她說因為痠痛 痛苦受不了 她好去給人家做推納 但是越推越不舒服 我就跟她說 你這個並不是一般的骨頭痠痛 你這個應該是骨肉瘤 你大概知道說像這種骨肉瘤 大概第一個夜間會痠痛 痛到醒過來 果不其妙跟她說 那我轉接到我們大醫院 去給我們骨科老師看 看完之後確定是骨肉瘤 開完刀之後 她回我門診 就跟我說 郭醫師 我跟你講 我這個身體非常的虛 我一定要吃補的 你才最好的補藥給我 我就跟她說 阿姨 你這個傷口都還沒有好 而且摸起來又是灼熱的 你這個不能吃補藥 你這個是外邪入侵 開完刀了 那個話不要再說了 另外觀眾不知道 今天看到什麼節目 然後我就跟她說 你這個還有紅 腫 那縫線還沒有完全消除 絕對不能吃補的 她就跟你說 絕對不是 我的體質非常的虛寒 我一定要吃補的 你把那個人參 鹿龍 最好的都給我開給我 但是最後蘆不過它 我還是開藥給它 但是我們會開藥單給它 但是開的藥單就是寫 鹿龍 人參 什麼龜板 阿嬌 或者是龜鹿味線膠 但是我們另外自己 包給他的藥 就不是開這些 因為其實我們還是順著他的意 你不開這些藥 他沒有看到藥單 他不會吃藥 但是我們就是做一個安慰劑的效應 他第二個禮拜回來就跟你說 我就跟你說一定要吃補的藥 你看 好了吧 我跟他說 阿姨 你知道嗎 其實你吃的藥 藥是我開的 不是你開給我的 他才知道說 原來如果按照他自己的說法 他可能症状會更嚴重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這一段 是個什麼樣溫馨的畫面 這是算散意的謊言 散意的謊言 對 嘉義科 田嘉萍小姐 今天分享的竟然胃藥 會造成骨質疏重 我有一個中年的病人 他的工作壓力很大 然後時間也很長 他一忙起來 就可能沒有吃東西 或是說 只用5到10分鐘就吞進一個便當 當然就長期受胃病的困擾 然後他就會自己去藥局買藥 他就當自己在吃保養 後來就是長期這個腰痠背痛 來醫院做檢查 檢查出來有骨質疏鬆 也有壓迫性骨折 才發現說 他在當吃保養的胃藥 會造成骨質疏鬆 甚至有骨折的狀況 妳不知道隨便吃避孕藥 不是有骨折還來調筋 調筋棋對不對 有人竟然因為這樣大量出血修課的 你知道嗎 對 我的經驗是 以前曾經有一個 大概48歲的一個家庭主婦 然後他因為他年輕的時候 其實他有一個病叫子宮肌腺症 然後容易會造成精血比較多 或者是會有厲害的筋痛 那原則上年輕的時候他還算幸運 他沒有常常發生狀況 那偶爾發生狀況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會去看婦產科 那其實醫師就會開一些避孕藥 因為在我們西醫來講 就是避孕藥是一個 調筋用的一個好的方法 那原則上就是 治療一陣子之後都有比較好 所以他就有這個經驗了 那等到他到了大概快要50歲的時候 就是現在這個時候 他就發現這半年來我的月經 好像開始量越來越多 然後開始越來越的不規則 那他這個時候就覺得 我以前發生這個狀況的時候 醫生好像都會開避孕藥給我吃 我吃一吃我其實就比較改善 所以他這時候就覺得 避孕藥好像藥房都買得到 所以他就直接去 藥房自己買了避孕藥就回來吃 有一天他就整個都沒有改善 然後有一天甚至就突然大出血 陰道大出血 大家可能幾乎沒有辦法想像的 當時他來到急診 就是我看到這個病人的時候 他是沒有辦法 就是先生扶著 然後根本就已經有點休克 頭暈這樣子 然後進來我們的內診台的時候檢查 哇 我們那個內診壓嘴 那一打開 血是這樣子 整個噴出來的 不誇張 就很像水龍頭打開這樣 對 老實講我們以前 就是剛開始當醫生的時候 也不相信有這種事情 但是看到的時候真的嚇一大跳 好憤憾喔 對 然後當下真的是就 病人嚴重貧血 血龍宿剩下4點多 然後血壓大概就是7 80這樣子 就很低 對 有生命危險的 對 然後當下我們只好趕快 就是急診的醫師 趕快打點滴 甚至輸血 然後我們緊急給止血的藥 然後去做處理 那幸運的是說 他在緊急處理下之後 血有慢慢的就是止下來 對 有一些 臨床上經驗真的很嚴重 嚴重到可能要緊急手術 甚至進去把子宮開刀拿掉的 都有可能 真的很可怕 對 好 平常自己種保養就好了 診療還是交給醫生 對 可是自己當醫生的病人 這樣的病人屢見不鮮 什麼樣的狀況都有 小腦警報員 我們還有什麼樣的警報 來 接下來的這種病人呢 是根本不需要醫生 因為呢 憑藉他們自己的知識 跟朋友道聽途說 跟自己網路上搜的這些健康知識 他就覺得我可以治療 我自己的就是這種 自以為自己很健康 這樣吃 但是沒有你想像中的健康 對啊 因為其實很多女生 跟要減肥嘛 他們就會想說 那我吃減肥 那我喝綠茶 無糖綠茶 好刺喔 無糖綠茶會是妳這三年來 最常喝的選擇上面 最常選擇的飲料 舉手 我 一定有的 一定要 一句話告訴我們為什麼 來 為什麼 讓妳們色色的感覺 讓妳們色色的感覺 瓜味的感覺 就是你會覺得它會到這邊色色的 然後再吃下去東西 覺得很好的拍戲 哪怕妳吃了一個蹄盤會刮刮 對 刮刮 對 妳為什麼要喝油煎 因為喝水太無聊了 喝茶有味道 但又不會有熱量 又不會喝 有味道 無糖綠是吧 對 妳為什麼喝無糖綠 無糖綠喝太多 這個疾病風險大增 其實喝茶 像茶咖啡一本來也會利便 你是不是覺得利便中 小部分變小 不會變膩 重點是 你喝太多的時候 平常胃裡面是有黏膜保護 可是食道沒有 所以其實你 因為喝水太無聊了 喝茶有味道 但又不會有熱量 又不會喝 對 有味道 無糖綠是吧 對 你為什麼喝無糖綠 開源節流 就是要比較容易排便 要開源 節流 你就會控制 抑制你的飲食這樣子 開源節流可以用在這 開源節流是量用的嗎 開源節流 我們真的是初見 真志氣 無糖綠茶 喝出了什麼問題 對啊 其實剛剛講的都沒有錯 因為其實喝茶 像茶咖啡一本來也會利便 女生就會利便中小腹就變小 不會變膩 對 然後它還是有一些這種咖啡因的效果 所以的確也會有點耐餓 然後覺得代謝變好 可是重點是 你喝太多的時候 胃酸就會變多 當你胃酸分泌非常多的時候 它就會一直突破你的胃食道的擴躍肌 胃食道就會一直逆流 因為我們平常胃裡面是有黏膜保護 可是食道沒有 所以其實你長期的胃食道逆流 本身就是食道癌的風險 對 這麼嚴重 因為我有看過自己胃食道逆流照的照片 整個胃鏡這樣下去到那口上 那叫什麼門 噴門 對不對 噴門 怎麼那種白白的那霧霧的那什麼東西 那是發炎 潰瘍的現象 平常它 它平常應該是比較緊的 東西下去它會關起來 不會讓你逆流 可是像因為要減肥 常常除了喝無糖綠茶 又可能三餐飲食不正常 然後所以這個東西就鬆開來了 它的胃肌會鬆開 平常其實是關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你胃鏡自己 做我們幫他做胃鏡很鬆 那都是已經很嚴重了 對 還有 別急 郭醫師來 像一般我們在門診裡面 常遇到有些患者就是自作聰明 就覺得自己身體是燥熱性的 他就喝一些比較寒涼性的 來做一些寒熱的中和 他每天就喝椰子水 那喝到最後 表示說他本來從一個 比較燥熱性的體質 每一天都喝椰子水 喝到最後讓自己體質 變成虛寒性的 虛寒 包括像有一些減肥的患者 喜歡喝無糖綠茶 對 或者有些減肥的 你喜歡喝什麼 黑豆水 對 但是我們說像這一類在夏天 或者是說它具有清熱 止渴的這些茶飲 多半都是比較屬於寒涼性的 不能夠多喝 但是在你有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其實你喝一下 其實倒是無可厚非 我們正有一個年輕媽媽 她都會定期追蹤她的血糖 為什麼呢 因為她在懷孕的時候 想要生出一個美寶 希望小朋友皮膚白皙 女兒皮膚白皙美泡泡 所以就是大量的攝取水果 照三餐吃甜點家宵夜都一直吃水果 後來產檢的時候發現我 認成糖尿病 婦產科都知道這個認成糖尿病 可能會造成流產 難產 聚陰症 雞胎 死胎 這個對於寶寶 對媽媽都有可能有生命上的危險 所以就是在此呼籲大家 如果說妳要用特殊飲食的話 一定要跟自己的醫生 或是跟營養師做資訊 我有一個病人也蠻特別的 她就是一個阿姨 就覺得全身虛弱 然後容易喘 做檢查發現有貧瀉 就跟她回顧說 到底為什麼會貧瀉 她會說 對 因為我 我就跟她說 那妳回家問一下神明說 因為妳現在有貧瀉這個問題 能不能吃紅肉 妳在教她怎麼跟神明不同 對 因為我們神怪 其實都是外食 對 外食 妳看我們這個節目最棒 我們海納百川 要看就要看一個這樣包容度大的節目 是不是 要用病人的語言溝通 是 然後下一次回來的時候 她就很開心跟我說 以前我告訴妳我擲三杯 杯杯是聖杯 我現在可以吃肉了 然後就寫色素也正常了 寫紅素正常 然後人的那個體力活力都正常 如果神明拔杯沒有答應的話 還是有解決之道 真的 因為有些人吃素 它長期如素 那它真的平血怎麼辦 其實有一些蔬菜裡面 含鐵量還滿夠的 包括我們常在菜市場 可以買到的紅線菜 甜豌豆 甚至於堅果裡面的黑芝麻 這個其實都是屬於 那個鐵含量滿高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這些都是屬於植物性的鐵 它的吸收率確實比較低 所以當你是常年如素的人 你要補鐵的話 這些食物你要在吃完之後 在餐後 因為水果裡面有一些維生素C 它可以幫助這些植物性鐵的 一個吸收把它提高 所以其實它還是有解決辦法 就是拔杯如果拔不順利的話 就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我之前碰過一個病人 他是一個阿伯 阿伯來看平血 他就說他覺得有一點點平血 然後血紅素其實是 比一般男生還要低 所以醫生判斷他是平血這樣 後來他就來我們的營養門診 結果我就問了他在吃的東西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養生的人 其實很多觀眾都這樣 因為他覺得他已經到了一個年紀 要預防三高 預防心血管疾病 所以他就不吃紅肉 所以他的飲食習慣就是 大家就是一種很偏執的 偏執狂的這種養生 可是他周遭的一些好朋友 都會覺得說他這樣子很養生 就是很不錯這樣 後來發現確實是因為 他沒有吃紅肉而導致他貧血 因為我後來就跟他說 你真的要吃一點就是豬肉 比如說你可以吃豬的瘦肉 或是牛的牛腱 這個都是屬於脂肪比較低 可是他的含體量是比較高的 所以事實上很多的老人 他經營很好 對 所以很多的老人家 他會太偏執了 就是說他可能你問他一下 他可能這半年這一年 他都沒有吃到紅肉 因為他怕中風 結果反而他導致他體力不夠 然後肌肉量下降 所以事實上現在有一群人 是這樣子的人 那如果真的想要吃紅肉 又怕中風的話 其實有個辦法就是 套補品搶救更年期 當心越補病越大 老一輩他們都會說 你可以補充蜂王乳 聽說蜂王乳養顏美容 而且可以改善更年期的症狀 直到後來開始停經了嘛 明明就已經停經了 結果他居然開始有 陰道輸血的情況 那我們馬上就做一個 切片的檢查就證實 而且他其實是子宮內膜 那如果真的想要吃紅肉 又怕中風的話 其實有個辦法就是 紅肉搭綠色的蔬菜一起吃 還有就是像那個 那個鵝腿肉 它的那個含鐵量也滿夠的 所以如果你怕 鵝這麼一大吃 它只有腿含鐵 對 它的含鐵也有夠 又剃剃 對 現在你知道 鵝這種禽類會剃剃 會剃剃 可以剃剃 對 好棒 所以又要補鐵 像很多老人家就說 我有吃櫻桃 有吃葡萄有沒有 大家坊間不是要補鐵 都吃櫻桃 吃葡萄 吃蘋果這一種的 不是見紅就補鐵 其實這些 含鐵量很低 你要吃很多很多才可以補鐵 櫻桃 我聽說有 櫻桃補鐵 沒有 它有鐵 但是因為它植物性的鐵 所以它要吃很多 才可以達到你迅速補鐵這個功能 很多東西都不能吃太多 有許多 除了剛才你們說的水可以亂喝 水也不能喝 它愛多 水中毒 水也會中毒 但是大概你的體重乘以30到40 都是你的範圍 水量含量不足會影響代謝嗎 當然會 像有些人就是他不喝水 他來跟你說他便祕 其實你就說你回去多喝水 他就跟你說他不喜歡喝水 可是偏偏他吃很多蔬菜 蔬菜是高鮮 高鮮脹在腸道裡面它就有膨脹 膨脹會影響我們腸道的蠕動 所以你敲他的肚子都是脹性 我之前就這樣 多喝水就是 因為我剛入行的時候就是 我胖胖的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要跟上這演藝圈的流行 就是要瘦一點 那我忘記 其實我是很有特色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盲目的追求 就是吃蔬菜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 吃蔬菜既可以增加飽足感 它的熱量又低 我就是只吃蔬菜 然後也不吃澱粉 然後就是可能 配個比如說 炸雞腿的 去掉皮的雞腿肉 或是烤的雞腿肉 然後那時候就大量的吃這些東西 但我又不愛喝水 然後結果有一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突然肚子超級痛的 痛到沒有辦法走路 就是那種 一碰九通 一香九杯 一邊熱熱拉拉 好酷喔 大概是誰鼓勵你唱歌 外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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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有什麼問題嗎 一個精致來了 妳有覺得 那場面很沉悶 我覺得場面 壞了我就想唱高歌一曲 總之呢 我那時候痛到不能走路 我就去 也是一樣 先去診所 然後醫生就壓一下我肚子 那個痛到我真的是叫大叫 在整間大叫出來 然後他就說你去大醫院看 一樣是照了X光 然後驗血 驗尿 什麼都驗 我在那邊哀 叫我痛痛 然後醫生就一直冷冷的 走到我旁邊 他就說 你這個X光出來就是 他說我大便就是 積在那個轉角的地方 長的轉角 他說這是氣勢炎 然後他說因為積在那邊 都沒有辦法動 所以他就一直累積一直累積 然後最後開始在那邊發炎 他有先開軟腸跟 軟腸跟軟便寄給我 然後就是慢慢慢慢的 先緩解當下的症狀 後來花一個月調回來 還瘦了5公斤 那不錯 現在妳喝水了嗎 現在 喝啊 喝不喝會死 我跟你講傻傻 我是之前聽我朋友的建議 他是叫我喝蘋果汁 而且一天要喝 這麼多 這麼多 現炸的 現炸的 而且你這一天 你完全不能吃別的東西 就是只有蘋果汁可以喝 你就分成四等份 這樣一天這樣慢慢喝 這個要吃五天 連續五天都要這樣吃 第六天呢 開始吃 橄欖油配檸檬汁 各250CC 橄欖油250 橄欖油250 加檸檬汁 這樣子喝 再喝兩天 他可能要你改體質 對 連續喝七天之後 開始睡覺的時候要右側 靠右車這樣睡 靠右側 你隔天出來的大便 會是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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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的 結石 真的假的 結石會這樣 會這樣拉出來 對 妳身體的結石會這樣子拉出來 對 他還拍照給我看 真的是綠色的 而且是硬硬的 一小顆一小顆一小顆 有些會比較大顆 就是結石 他就跟我說 這個就是可以排結石的方法 叫我回去試 我就說我不要 後來新聞就爆出來了 說這個方法是假的 他說這個不會排出膽結石 而且會讓身體壞掉 然後你排出來那些硬硬的東西 都是化學物質 就是化學作用 化學作用之後排出來照化石 還是什麼 結果它不是膽結石 真的喔 對 這個新聞後來有被爆發 因為之前有一群民眾 他們到一個團體裡面 那個團體就教你 就是前面不管是喝蘋果汁 還是什麼 反正是液體的 先讓你清腸這樣子 甚至於有一些病人因為結石 而因為這樣子的亂飲食 而耽誤到治療 就誘發一些發炎 甚至於有一些這種敗血症 跑出來 他騙人做這事情幹嘛 要促銷橄欖油 汗油 其實他是應該是說 可能後面他要賣什麼東西 不知道 但是為什麼他會 為什麼大家民眾會覺得有效 是因為有大出來對不對 對 就只是因為那個叫做 就是它一個反應 就是油加酸 本來它就會形成 它本來就是不管任何人 吃這個東西 它都會大醋這個東西出來 所以就是用這樣子的一個方法 當作騙人家 我知道他是賣什麼的 賣什麼 鱗骨他 怎麼會 我找不到其他的可能 拉出結石 拉出色粒子 醫生們還遇到什麼樣的案例 來 婦產科再許醫師 一般就是大概到更年期的婦女 我們都知道 可能會有些更年期的症狀 什麼心悸 熱潮紅 所以老一輩他們都會說 你可以補充蜂王乳 聽說蜂王乳養顏美容 而且可以改善更年期的症狀 對 所以我有一個病人 大概就是接近50歲的一個阿姨 她就是這樣子 然後她就開始補充蜂王乳 那說真的是有效的 她用了大概半年左右 其實她的這些更年期症狀 是有得到改善的 可是接下來她就會想說 哇 好棒喔 就用了以後 好像停止老化了 甚至有點就是 會變好 對 回春效果 所以她就覺得說 那我要繼續用下去 結果吃到後來開始停經了 明明就已經停經了 結果她居然開始有 陰道出血的情況 對 那說真的大部分的人 遇到這種情況 應該要趕快看醫生 回春了 對 結果她的好朋友 那些三顧六婆 居然會跟她說 你回春了 你又年輕 夜經又來了 什麼信徒又要來了這樣子 她就延遲了看醫師的時間 那等到說真的 又這樣子拖過幾個月之後 她家人覺得是不OK的 所以她的女兒就趕快帶她來 門診給我們看 結果一來我們當然就馬上覺得 是不對勁了 所以趕快立即就做檢查 結果就發現 她有子宮內膜症候的問題 那我們馬上就做一個 切片的檢查就證實 她其實是子宮內膜愛症 子宮內膜愛 對 然後我們當然就立即幫她安排 就是檢查全身的電腦斷層 去看有沒有遠端的轉移 這些常規的一些檢查 那還好是幸運的是 她是算初期 就是第一期 其他轉移那些其實都是OK的 對 所以我們就趕快安排手術 把子宮卵巢 淋巴結 把這些都把它清乾淨 蜂王乳會影響 我們女孩子的荷爾蒙分明嗎 其實它是一個動物性的雌激素 所以的確對於 的確對於已經缺乏 雌激素的停經婦女來講 我相信它是可以改善 就是這些更年期的症狀 對 蜂王乳 大家都會覺得是食品 都會覺得很安全 所以肆無忌憚 那食品它沒辦法 像藥品一樣被定量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也比較缺乏大規模的證據 所以當你在服用上的 在定量這件事情上 很難去掌握 所以我倒是會覺得說 不是說不能吃 只是說你可能可以的話 最好是可以在醫生的諮詢下去吃 我自己是覺得 反而更重要的是後面這個觀念 就是說 停經後婦女如果有出血 這絕對是不正常 不管你吃什麼 所以我倒是會覺得 真的沒有回孫這兩個字嗎 有這兩個字 但是不是這樣子用的 在 對 不是用停經後出血 在婦產科是一個 很明確 很有問題的一個狀態 是 有人要補元氣 有人要補骨氣 對不對 來補骨的 在中醫門診裡面 有一群人就是大概50歲以上的 這種像媽媽 或者像一些叔叔伯伯 他們最喜歡吃的就是 龜鹿和尖椒 其實不管是在 這個沒問題吧 不管你是在電台 或者像在電視節目或廣告 其實都聽得到 但是大部分的龜鹿和尖椒 其實都沒有問題 主要是購買的這種管道 第一個 有些患者會跟我說 我在隔壁的那個生藥行 他自己有在練這個 有在自己製作這個龜鹿和尖椒 但是其實只能 只能要由這個食品廠 或者是具有GMP藥廠資格 才可以製作這個龜鹿和尖椒 再來龜鹿和尖椒 大家最簡單就是龜鹿 鹿角 兩個去熬成椒 龜鹿是龜的哪裡的板 副板 對 龜鹿 龜鹿是補鹰 就是太陽照不到的地方 烏龜是這樣爬的 龜鹿 補鹰 對 鹿角 補羊 補羊 鹿角它變成是補羊器 有些時候可以誘發一些 像小孩之間過早成熟 因為它畢竟是動物的東西 具有一些那種雄性賀爾蒙 會性早熟 對 會性早熟 甚至有些人會說 我吃了龜鹿和尖椒之後開始 覺得我的臉色變得更好了 面紅 耳飾 覺得我好像回春的一樣 但是其實我們跟患者說 其實你並不是回春的 而是這次 最近有些人說 我吃了龜鹿和尖椒之後開始 覺得我的臉色變得更好了 面紅 耳飾 覺得我好像回春的一樣 但是其實我們跟患者說 其實你並不是回春的 而是這是 像龜鹿線膠還有很多種試中方法 包括像龜板它是幾份 鹿角幾份 熬出來的膠才是符合我們 醫書上講的這樣一個標準 當你在買這個龜鹿線膠的時候 還是要到藥廠去買 或者是要認明我們這個外殼上面 有食品廠的包裝這樣才可以 那再來就重點就是 你要讓你的中醫師去評估 到底你這個體質 適不適合是龜鹿線膠 但並不是說有高血液就不適合吃龜鹿線膠 還是可以吃的 要看你的體質適不適合 因為高血液有很多種體質不一樣 好了 最後我們再請 耳鼻猴哥的陳亮與陳醫師 幫我們做今天的證 這事情的註解 就是簡單講四個字 過猶不及 我們飲食的時候就是 我們有喜歡吃的東西 有不喜歡吃的東西 可是我們應該要養成一個 正常健康的飲食習慣 喜歡喝咖啡 綠茶沒關係 適量就好 喜歡補品的話也不要吃太多 如果你有任何飲食上 或者是藥物上 疾病上的問題的話 還是歡迎找醫師詢問一下 不要自己當醫生 這樣很危險 當醫生他要唸七八年 多辛苦 還要實習 對不對 我們是 我們是生命生個七八年就變醫生 對 朋友今天會網路上呢 會流傳這些關於健康養生的訊息 常常很多人呢 產生一些疑惑 你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的話呢 請問醫生 或者上衛福部呢 國民健康署的網站去查詢 不要呢 自己當醫生 反而付出更大的代價 好嗎 好 非常謝謝大家今天收看 別忘了禮拜多禮拜五的晚上9點到10點 總結綜合台 請收看三秀頻道的金牌大間諜 祝你健康 晚安 拜拜 謝謝三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